第二题,若等差数类的第四项为10,第八项为22,则其第35项的值为何? 第二题是,那么说等差数类它的第四项是10,第八项是22,所以既然它是一个等差数类,那么它的一般项我们就把它称为an的话,所以一般项那么就是首项a1,再加上像素n-1,再乘上公差,所以公差我们把它设为d,那么根据这样子,首先我们来看第四项是10,所以第四项就是n等于4的时候,那么就是首项a1, 再加上4-1,我们得到43倍的公差,那这个值呢,给我们是10,我们来看第八项是22,那么第八项就是a8,所以a8就是首项,加上8-1,得到7倍的公差,那么就会等于22,所以我们把上面这一试如果叫做是第一试,底下这个呢,如果我们把它称作是第二试, 所以呢,我们利用第二试,那么减掉第一试,a1就消去啦,7d减掉3d,我们得到呢,是4d,所以呢,就会等于22减10,得到呢,是12,所以呢,我们就求得公差d的值,那就等于3,求得公差d的值等于3,带回来呢,第四,那么因此呢,a1,再加上呢,3乘3是9,所以呢,等于10, 那么因此,我们就求得呢,首项a1的值,那么就等于1,那求得公差,求得首项,我们再来计算的题目,要求得第35项,所以呢,根据这一个公式,那么第35项就是呢,a35,啊,就会等于呢,a1首项,加上呢,35-1,那就是呢,34,再乘上公差d, 所以呢,就会等于a1的值,啊,我们就等于1,再加上呢,34,乘上呢,公差d,这个值呢,是3,所以就等于呢,1加上这里呢,是102,计算结果呢,我们得到是103,也就是说呢,第35项就是103,所以题目呢,要来求第35项的值,我们计算结果得到是103,选项c呢,103,那么因此呢,选项c,就是我们的答案 我们的答案